要給它永遠不會乾掉 永遠不會乾掉 你千千萬萬不要用手去把它捧著 那是很辛苦的 你也不要將這滴水交代給你的子孫 叫它一定要把它保護好 不要給它乾掉 那個也是非常辛苦的 唯一最好的方法 就是將這一滴水把它滴到大海中 你的東西真的 如果你能把它丟入人海中 反而會更多人去照顧 你看我們歸人講堂蓋好之後 裡面有感覺我們每個樓梯口 轉角處 都有一些香繡 一些古董 一些圖畫 這個都是冥書的創作 包括這書法家寫出來的書法 包括那個畫都是明家畫的 為什麼有這麼多東西 不是買的 有助揮的人監出來的就是審助揮 原來是人家給他的 他當立法員 人家會不會東西給他 會東西給他 他會東西給他 如果他叫他一個人自己去照顧這些東西 有沒有痛苦 一定會痛苦 順到最後搞不好他會壞掉 留給他的孫子他們 不一定他們能守住這些 但你看他把他輸捨出來 給這麼多的家人來欣賞 可以永遠永遠的流傳下去 因為這個房屋不可能賣 買了人到最後他也是來當一個公共場所 這些東西他就不會消除掉 對物你不要主著不要貪著 不要吃米不物 這些對你來說人生都是一種痛苦 一物只一至善 在衛林宮第十五第十章 他就有一段說 接近良師益友得以切磋琢磨 這段就要談這件事 這個地方我可以談一下 我們每天都在探討這些專題 我們幾個人 我的感覺真的三個臭皮匠 就會勝過一個資格量 我們真的只有三個人 就徐蔣師 張蔣師之外 我們三個人 就是三個人都各有長短 我不會的他們會 但他們講給我聽我就會了 他們不會的我會 我會講給他們聽 我會講給他們聽 這樣他們也會了 三個人的程度如果說達到某個競爭 他們成長的速度會很快的 很快的 所以接近良師益友得以切磋琢磨 講話要不要找對手 找話真的要講對手 找對手 以前我一個朋友他已經歸空了 以前他還活著的時候 如果有機會我去和他聊天 我們一談都一定會超過十個鐘頭以上 一定會講超過十個鐘頭 最少都還吃過兩餐的便當 都沒有人去打倒我們 就是一個泡沙都沒有聲音 全部時間一到之後便當就送天氣 吃完了就要繼續再聊 就這樣一聊聊都是這樣 他說講話要找對手 找上對手才好聊天 談的都是同一個競爭 那個就是良師益友 才能切磋琢磨 在魏林公篇第十章 主共問人 子曰 我們來練一下 公義善其事必先立其器 居士邦遠 士其代夫之賢者 有其事之仁者 好主共問怎樣 可以實現這個仁 公主就說了 工人要做好這個工作 必先把他的功績把它磨好 把他磨好真的 什麼東西都一定要 你看我們切菜的菜 大家要不要把他磨力 一定要把他磨力 把他磨好的磨力就很好 當個磁師 他切東西起來就會非常好切 當個那個 反正所有用到刀劑這個類型的 都要經過把他磨好 才好下手 所以生活在哪裡 就是要追隨那個地方的 高尚的領導者 追隨他 結交那個地方 有修到的倫理之事 這個倫理有修 你關在他身邊 你不會吃虧 你一定會賺到 如果你教到一些 喜歡喝 喜歡讀 喜歡打架的 你教到他